戲劇路上一路以來又演了很多各式各樣不同的角色 不同的挑戰 不曉得元介對人來說撇除熟的陽光守著你 在之前如果說讓你覺得真的印象很深刻的角色 你會覺得是哪一個呢 近期內最喜歡的 其實都很喜歡 像阿清回家了一面的哥哥 然後老師你會不會回來 老師 這是我人生當中我沒有想過我會當老師 因為我不會讀書 從小就覺得讀書 我每次看到劇本我就是大概十分鐘內會睡著 我得了一種病叫做看書會睡著的病 然後長大就很會看劇本 然後知道什麼叫演戲 然後自己當老師之後再發現老師真的很辛苦 老師對不起 回到以前學生十九萬號的書 所以可能這就是這兩步吧 最近可能最有印象深刻的 千娜呢因為我其實對你的演技 第一次覺得很驚豔很優秀是朱莉葉 然後一路下來不管在通靈少女還有這麼多的作品 你這樣去回想哪一個角色讓你覺得是最難忘 或者是最有挑戰性 他剛剛講喜歡我講我很痛苦的一個角色 就是陳怡君 襪陳怡君跟仲菜女神 他要演一個反派然後非常無情 甚至是你知道嗎 我演熱海練歌的時候夏靜庭他是我的爸爸 可是下一部戲呢襪陳怡君的時候他要演我上司 我要勾引上司我才能往上爬 我就跟他上床 我床戲然後有接吻這樣 然後我要不斷地用我的身體去勾引他 你知道我每拍完一場戲我真的躲在廁所苦 我過不去那個心態 然後一直不斷地為了達到目的要不擇手段 那個不是我 這有違你自己本身的個性 對 所以我覺得演那個角色很痛苦 真的挑戰也很大 但是未來如果又有這種為了利益 然後跟你性格差距很大的 你還是會想挑戰嘛 可是你又經歷過 你知道你過不去那個坎人的感覺 這就是挑戰啦 演員的宿命 一定要面對 所以 你每過一關你可能就是 哇 又升級了 就是喔 原來我可以做到